OK同学们大家好 现在老师给你的是第九面到第十六面的答案啊 OK那天我们学的complementary element 或者是我们讲set本能高 OK第一题的答案 BB的成员是这个 现在他要的是complementary element吗 就是set本能高B以外的一个小点 答案 然后这个也是 C本身的答案呢就是 C是factor嘛 所以你的C是 1 2 5 10 那剩下的呢就是我要的答案 OK 然后这个D本身是什么呢 1到12之间啊 1到12之间它是number butana number butana包括了2 3 5 7 11 然后以外的就是他咯 所以这一个这一个当你懂它是什么 你就知道他以外的是什么 因为他有个宇宙嘛 他的数目一定不会在宇宙外面的数目的 一定是在宇宙里面的数目的 这个要谨记哈 然后这个E这个不用看了 E剩下B2咯 OK然后 这个F的就是E的题目 F是什么东西 F呢是有三的那个 就是三的我们不愿意滴击第一个的 所以他的成员是谁呢 他成员有23 然后303132 然后剩下的都是属于我的我要的答案哦 OK好下面这个图是这样的 宇宙一定是长方形啊 请记啊宇宙一定是长方形 好这个 OK Factor24 老师建议你们哦 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咯 Factor24包括什么东西呢 1 2 3 4 6 8 12 24 看到吗 然后他说X感答案N8 你的宇宙是这堆数目 感答案N8 4拿走掉了咯 8拿走掉了咯 12拿走掉咯 24 他是在P里面 这是P啊 然后其他没有关系到的就在P以外宇宙的格子里面 OK 这是C的答案 D的答案 E的答案 然后就来到subset OK 只有一个N8 是什么呢 A B C D OK 搞定 完整的啊 然后到达下一面 第十一面 他问你N是不是M的subset 或是M是不是N的subset OK 我就要看M的成员有没有在N里面哦 这个明显不是 OK 好来到这边下面也是subset啊 还在subset里面 OK这个subset是要你写出来的他的那个什么subset 当他在你舍拿right干的时候你就要舍拿right干哦同学们OK 这边还少一个 少一个什么呢 XYZ OK 然后最后还少一个 4 9 16 OK 这一刻基本上不难啊 很轻松的一刻 OK 这一个就开始复杂一点点了咯 复杂一点点罢了啦 OK 然后我都建议你把它的onso啊把它的element啊给list到 这样子你就不会写漏任何东西了 最起码你知道宇宙的数目有多少 OK 你就不会写到宇宙以外的数目进去了 OK 所以你看他这边这样多数目啊有24等等的都没有用到的啊 干单N8只到哪里不了 我们只用到几个不了 宇宙里面有的数目必须要 OK 所以4咯 4有啊 4有用到咯 8有用到咯 12 12没有啊 12不在那个list里面不在宇宙的list里面的 然后16也不在宇宙的list 20有吗 20有啊 24没有啊 28没有啊 32没有啊 36没有啊 40 OK 所以你看啊有一些干单N8它是不在宇宙里面的 所以你就不可以写进去 因为宇宙是最大的 宇宙是总数 OK Q里面只有两个重员 每一个重员都必须有个点哦 同学们 好下面这一题是稍微比较像样的题目了 第一步 画出来了 Kambara Javan 或者是我们Diagram 然后R Polongkak S Polongkak 首先你要知道R是什么先 你要知道S是什么先 你要知道宇宙的成员是谁先 我的建议的list到哦 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OK 好来到了16A 16面 就是14面的 因为他的成员都有在P里面所以我们才会画到这样 OK 这个我们就讲subset啦 所以Q是P的subset 如果他的成员都没有在 这个里面的 我们就会画到这个batter呢 OK 这是14面的 15面 你看哦 老师没有偷懒啊 老师总是会把所有的成员list到 因为我不要我写漏任何的数目 所以这样子是最安全的 只要看到有这个icon这个symbol 你一定要画长方形 其他都用圆形来代表 OK Lukis1 然后呢 hubungan 你看啊 apakah hubungan antara setP dengan perlengkap bagi setQ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setP and the complement of setQ OK 他们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OK complement perlengkap setQ就是Q里面的啦 OK 这个是相同的意思 equal OK summer set啦 OK 所以 P等于 Q以外的 Q以外的字等于这个东西啊 对吗 因为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数目嘛 他已经分在两个圈圈了 OK 所以这是答案 这是考试通常会问的各部分 apakah hubunga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K 这一个啊 这个如果你专心的看的话啊 老师用的是他的第1个名字 名字的第1个icon r shelf有没有abcde u v w OK这边啊 u v w x y z OK 所以我就这样子用了 然后宇宙了 yatta gun set yamalupa gun set semester OK set semester了 然后 loukis kanba rajavan setmp p有没有重复的 所以l是p的 l是p的subset 所以他在整个p里面呢 然后这些不在里面的我们就称他为 宇宙的成员 OK 然后哪一个是谁的subset l subset of p OK OK 来到了最后一面 16面 你看啊 看到这一个 然后他就叫你写东西哦 这是其中一个题目会问你的 hu rai kan set semester manguna kan bnye raan bnye raan bnye na raan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describe 有句子的 describe the universal set using listing OK 他说 x yalakandaan bagi tu ju 但x小过50 x is a multiple of set 7 and x 你可以不用写这个的 这个前面这个不用写也可以 也会对的 OK 然后他就叫你找 plunk up of q list down 然后p跟q的关系 OK 好这一个是在考试里面会出现的一小点 就是他叫你涂回哪一个部分 他说 jkl lorekan kawasama wakili set j OK set j jplunk up jplunk up是在了哪里呢 这整个大元全是j嘛 所以他是jj是大集团 这是小公司小公司都在j里面的 那jplunk up j以外的就是宇宙罢了咯 宇宙涂黑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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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同学们这一课基本上是完整结束了 剩下一个功课把它完成 我们多一个星期呢 我们连续三堂课 就三天都上数学 OK以至于数学呢就完整结束 我们上13课 12课因为他是project 我们就不上了 OK 好功课很简单 功课就把 17 一直到 23页完成他咯 17到23页完成他 就搞定了 OK好 谢谢同学们 2 3 2 3 感谢观看